大小跟一輛轎車差不多 如果隕石就是流星 即使它已經掉到了地球上 還可以許願嗎 書裡面有講到 它整個書其實是繞著 自然歷史博物館在進行的 它認為說 其實作者有一個概念 它認為說 其實我們的生命就像一座博物館 每個生命都像一座博物館 所以它有很多集物盒的概念 譬如說這個班 是看到它媽媽的集物盒 然後有一些線索 再去追尋它的爸爸 在這個自然歷史博物館 它最喜歡的也就是珍寶貴 所以它這個意象 你能不能談談說 博物館的意象 在這個書裡面的貫穿 在這裡面當然你看 這個博物館其實要發揮 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這個男孩班 它在這裡 它的命運改變了 這個螺絲也是 它也是因為它博物館 然後從此它的世界跟以往被 被類似那種被憂禁在一個閣樓 裡面的生活就不一樣了 那在這裡面其實塞珍尼克 我覺得它賦予一個博物館 就是說你會發現到最後 就是這個螺絲 它後來就是自己設計了 那個紐約黃禍區的美術館 那裡面其實就是把它自己的生活 都完全呈現在裡面 那班呢它其實它到最後就是 它覺得博物館的概念 這其實是塞珍尼克他一直強調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一座博物館 我們今天去博物館 可能你看到它把世界各地的奇珍藝品 都把它收集來了 可是我們每個人呢 你其實是一個組織博物館 那你要怎麼展現你這座博物館的東西 你可以擔任你自己的策展人 那當然你要策展的東西 可能可以包括你的記憶 記憶的收藏 那其實也是一部分 食物的收藏 所以其實可以很豐富的 但這裡就很汇人 我多給你們看 你來看 我被握在那裡 我不會說 你多給我 你了解 我沒想到